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底蕴深厚 从厚厚的历史书上 你能看见曾经过往时的繁荣和富强 在平时日常种的吃饭 住房 出行等等方面 你可以体会到在书上看到一下前面低东西 那都是不足够的 不足以让我们感受文化本身带来的魅力 它是深入的扎根和涵养在你的周围 你的生命里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走在大马路上 很少会看见有人会去享受阳光 感受风吹来的方向 能看见的是 大多数的人都脚步匆匆 嘴里也是念念有词 大家都有很多事情忙忙碌碌 有自己的烦恼与压抑 然而 释放自己的途径是有很多种的 你可以通过做事情来让自己得到解放 也有人喜欢大吃特吃来充实自己 还有的人喜爱听音乐来放松自己 还有一种人 他们喜欢饮酒来缓解自己 也因此酒成为他们生活中缺失不了的一方面 也成为释放压力的不二之选 于是他们每顿饭可以不吃菜 但是不能没有酒喝 那么那些喜欢白酒配米饭的人 现在身体都怎么样了 看完让你受益匪浅 01小谭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毕业几年了 一直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他从事的岗位是审计工作 大家可能听过 审计就是时不时的拿起行李 经常出差 在全国各个地方到处飞 而且由于竞争压力非常大激烈 真正属于小谭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 只要在吃饭的时候他才放松 他最爱的就是吃饭的时候 配着点小酒 小谭总是说 我喝酒不需要特别好的酒 那种一瓶就是千千块的 和那种百来块的 我喝起来都没什么感觉 我只是享受每顿饭喝酒 给我带来的一种放松感 快乐感 我会在其中感到放松和自由 但是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小谭和相似年纪的人的一些差别 顿顿白酒配米饭 让小谭在二十几岁的花儿一般的年纪 就好似一个中年人 在公司每年组织的体检中 也查出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还不能小看 医生也叮嘱他不要再顿顿喝乱酒 更不能什么酒都喝 02王先生是一个成功人士 事业已经小有成就了 自己在经营一家公司 明明三十几岁的人看起来还很嫩 看起来就像刚二十出头的样子 你可以看见他每天到公司都是满面春风 心情愉悦 对待下属和周围的人也都是温柔可亲的 其实他和很多人一样都有吃饭要喝酒的这样一个习惯 平时助理会帮他订好餐送到办公室 这时候他会自己准备上一杯好酒 享受美好的一顿饭 和有些人疯狂饮酒不要 王先生他追求的是浅浅的喝 达到一种微微醉意即可 王先生对酒也不像小谭一样随便 他虽然不要求价格必须昂贵 但品质的有保证 于是他也特别喜欢 去自己四处找一下小众的 但性价比高的白酒 也是因为这样 虽然多年以来 王先生也和小谭一样白酒配米饭 但王先生身体很好 心情也一直保持愉悦 所以会喝才是重要的 不能多物极必反 这两款酒就非常适合配着白米饭细细品味 千万不要喝多 蒸排回杀酒这款酒 它的酿造者很厉害 是一位痴迷于酒的师傅 是贵州的茅台镇人 它的师傅中国酱香酒大师 曾传正老师 可以想到 它的技术绝对是非常出色的 调酒师傅采用回杀工艺 在七个轮次取酒 掐头去尾 第三 四 五轮次酒的占比极多 将酒里最精华的部分 灌注在酒里 然后 重点说此酒本身了 它的的分量很足 让人想不到的是 它是一瓶 一千毫升大瓶装 大概是别的普通酒水的两倍大小了 怎么说呢 就是你两百出头买了一瓶酒 但是实际上你得到了两瓶 是不是性价比 无敌到了难以想象的境界 而且它是用七年基酒 和一五年的老酒混合制成的 此酒飘到鼻腔中 就是一股清清的酱香 不自鼻很治愈 然后慢慢的品上一口 酒水缓缓滑入嘴中 滑腻而饱柔 随之带来的是一种软感 让人喝了一口就此喜爱上 红星二锅头此酒是纯粹的粮食酒 没有什么花花少少的名烫 喝酒完全让喝的人感受不到上脑感 喝入口感也是柔绵厚式的 一阵阵清淡的香味一直随着你 不像它的味道那般 反而反差感十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